许兰儿俄脉通往云顶山脚的一处丛林 日前发现了一具高度腐烂的女性遗体 这起案件已经证实是一起情杀案 死者的男友被警方扣留两天之后 俯首认罪 雪州总经长杜阿杜拉辛透露 男子坦诚和女友的感情 最近出现了一些问题 他是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 在住家内亲手杀死女友 在铸成大错之后 他将死者的手脚捆绑起来 然后将他弃尸荒野 嫌犯只有二十几岁 没有犯罪前科 警方目前还在寻找嫌犯盖案时 所使用的凶器 并调查他的口供是否属实